这个案子可不是虚构的情节 而是五十多年前的 应该说六十多年前的一起真实的救案了 并且呢 因为是我国解放后第一起 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 而被载入了史册 这个怎么叫 叫做被执行死刑过程当中 被这个平反呢 就相当于啊 这个死刑犯已经被枪啊 顶到脑袋上了 枪子就要打进脑袋之中了 这一刻 他的生命发生了奇迹 发生了一个翻转 怎么回事呢 老刘呢 在这里给大家讲那么一讲 话说在1955年12月30号 山东省郊县呢 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刘明志 接到了一个命令 说呢 有院党组决定啊 由他负责监督 对一个杀人犯安乐三 执行死刑 这一天上午啊 天气阴沉 刺骨的西北风夹杂着灵星小雪 卷起了一阵阵的尘土啊 刘明志深知啊 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可并不轻松啊 万一在执行死刑中发生意外 那是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呀 他胡乱了 爬了几口饭 也和民警 杨成奇等人一起呢 就拥着犯人上路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 会将死刑犯安乐三 押到郊县16区的张阳村 召集群众举行公审大会 宣判犯人罪行之后 就地枪决 郊县呢 这个县城呢 距离16区 大概有40公里左右的路程 由于这个死刑犯安乐三 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就要被枪决呢 一路上态度啊 是老老实实的 刘明志和民警们呢 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到了中午 到达了16区地界 当押解人员来到区公所 驻地大诸葛村时 街上啊 陆陆续续 就开始跟随一些看热闹的群众了 为了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两位民警呢 就靠上钱 就把这个犯人给抓紧了 这个时候死刑犯安乐三 就有一些感觉到了 今天这是要对我下手啊 吓得两腿一软 瘫倒在地 不顾民警们的呵斥 声嘶力竭的大声喊道 快 快给我来一个痛快的 民警们这时候只好拖着 这个已经软腿的安乐三 继续往前走了 走了一段路啊 对面 哎 走过来一位老人 安乐三抬头一看 突然跪倒在地上 哭喊起来 舅 我是安乐三 我死的好冤啊 我死后 叫我儿子 上北京去给我伸冤啊 说完 趴在地上 呜呜的就哭了起来 这时候 刘明志啊 以为这是犯人 临死之前的一个撒野 所以呢 也没多想 就继续让民警们 压着这个犯人呢 朝着区公所 走了过去 压解人员到了区公所 已经是午后了 杨成起就反应说 这犯人呢 一字很冤啊 说他身上 没有人命罪 让他吃饭 他也不肯吃啊 这些情况 渐渐地引起了 刘明志的注意 联想到犯人 一进村的时候 那种异常表现 刘明志就开始考虑 这个案子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大诸葛村呢 距离张应村 大概有十公里的路程 当压解人员走到 张应村之后呢 安乐三这时候 拼命的 就正开民警的手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仰天呐 哀嚎说道 老铁爷呀 你老人家闲闲灵吧 救救我吧 我死的好冤枉啊 说完跪在路上 不肯起来了 这时候 泪水呀 就从 这位壮年汉子的眼眶当中 就涌了出来 刘明志审查过 无数的案件呢 也监督过不少的死刑 他对每一件案子 都是认真审查 这一次 这个犯人 安乐三的异常表现 使他心里感觉到 比较震撼 此时 他心里啊 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 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有责任 把好最后一关 他坚信这么一个理啊 执行死刑 倒容易 杀错了 可就无法纠正了呀 还是慎重一些好 最后呢 刘明志打定主意 到了张应村 与宪法院 巡回法庭 王洪海庭长 认真研究之后 决定再做处理 这一天呢 适逢张应大吉 虽然压解人员 进村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但是啊 在大街小巷上 还是有不少人 这时候呢 这些摆摆摄点的人 不肯散去 就为了看热闹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刘明志呢 就征得村干部的同意 派民警和民兵啊 就把赞押在张应村西的 这个 这个犯人呢 押到小赵家庄 一切呢 安排妥当 刘明志 立刻就找到了 王洪海庭长 向他介绍了 这个犯人的 之前的情况 这时候 王庭长啊 也觉得这个案子 有重审的必要 于是两个人 翻开了卷宗 仔细的查阅了 每一句话 每一件实例 然后潜心的 研究起了案情 这个安乐三呢 是山东省郊县 沙河区 草博乡 赵家领村人 出生在一个 中农的家庭 小时候呢 上过两年私塾 年轻的时候 他随着父亲 在青岛南山市场 摆摊 卖过菜 有一次 安乐三呢 从青岛回乡 走势 郊县县城 城西的时候 被张红飞的 这个伪军呢 给抓了过去 被迫套上了一身 黄皮子 一年之后 安乐三 富商回乡 又被日伪军 逼迫当上了 草博乡的 伪副保长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 抗日战争的 最后阶段 安乐三深知啊 日本鬼子 已经是秋后的蚂蚱 不得不为自己 留一条后路 所以呢 他虽然 仍替日本鬼子 催梁逼捐 但是 不敢 明目张胆 唯非作歹呀 抗日战争 胜利之后 为了逃避 人民政府的清查 安乐三就跑到了青岛 仍以卖菜为生 青岛解放之后 他因为冒充人民解放军 敲诈群众 被抓获 判了十个月的徒刑 在服刑期间呢 安乐三可以说是表现呢 非常的积极 被提前释放了 后来呢 他又恶性不改 又因为偷窃 被判刑 一年零两个月 1951年 安乐三刑满释放之后 在青岛啊 台东区 以烧砖 晒大粪为生 1954年1月10号 青岛市公安局 根据检举人张某 和池某的控告 再次逮捕了安乐三 8月份 安乐三被移送到 交线公安局侦察处 进行车部处理 这个交线公安局 和人民检察院 在结案之后啊 立即就组织了专案组 对这个安乐三 进行侦察和定罪 通过多次的侦察确认了 安乐三的罪行呢 主要呢 有这几点 第一 在1944年 安乐三 当这个委副宝长的时候 到同村 安乐福的家中 强行索药 积养 并且呢 直视伟家长 安乐长 毒打 安乐福的母亲 安许氏 致使安许氏 产后 受了惊吓 五天之后 中风 死去了 第二条呢 是1945年 安乐三呢 和这个本村的伟家长 安乐长等人 去许文法家 去催这个积养 因为许文法 没有及时交纳 安乐长 立即和令手下 毒打 这个许的妻子 当时许文法的邻居 安乐贵 和赵学宗的妻子健壮 上前就为这个 许文法的妻子讲情 结果安乐三 要指使安乐长 殴打 安乐贵的妻子 安乐贵的妻子 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被打伤之后 当天夜里就死去了 安乐三呢 齐先 也是动手打了人 这时候呢 还有第三条 在1941年 和1942年 安乐三先后 就与这个匪军 刘云兹等人 抢走群众的 耕牛三头 毛链一头 这也是其中的 一条罪相 第四呢 这个安乐三呢 在伪军团部 当司务长的时候 为了强行勒索 吉仰 曾经逼走 王树贤等三人 还霸占了 王树贤等人的 两亩多耕地 又借抽壮丁 敲诈本村的安乐信 安详魁 等两千多块钱 另外 安乐三还在青岛市 农山农贸市场里 偷菜十次 每次大约十斤 这就是所列出的 安乐三 所犯的这些犯罪事实 1955年3月 郊县的人民法院 报经 郊州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附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进行批准 判处杀人犯 安乐三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明志 还有王洪海两个人 就重新翻阅了 这些案件的卷宗 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看起来 罪证确凿 这安乐三 确实是犯了很多的罪行 刘明志建议当夜 再一次审讯这个犯人 这时候 王洪海就表示同意了 于是刘明志叫民警 就把那个犯人 押到了大队部的办公室 几个人开始连夜的 进行审讯 安乐三绝望的哭嚎着 刘明志开门见山的就说 安乐三 你也不用哭 也不用闹 我现在呢 向你宣布 根据你所犯的罪行 明天就要处决你 这是你 最有赢得的 安乐三听到这里 擦了一把眼泪 赶紧抬头就问刘明志 领导 在我临死前 政府让不让我说话呀 刘明志告诉他说 在执行前 政府是允许犯人说话的 安乐三一听 就说出了如下的情况 有一次公安局的张长官 他押着我到暗村 跪着向群众坦白认罪 我说 我忘了我自己犯什么罪了呀 您给提提醒吧 当时那个张长官 历生的对我说 安乐三 你要如实坦白你的罪行 政府的政策 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过了一会儿 张长官 口气缓和了一些 又对我说 咱县 十区的张世瑞 有五条人命 可是 他坦白认罪好 裁判了五年徒刑 小马湾村的王龙肖 当过伪团长 有四条人命 也是因为他认罪好 最后也没有被枪毙 你身上只有两条人命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这时候 有检举人站起来 又毒打我 逼我承认 我在逼捐的时候 用铁锹 砍死了安乐福的母亲 打死了安乐贵妻子的 这两件事 还逼我 共认绑票等罪恶 我怕在会场上 会被群众给打死 我心想不如 坦白算了 反而能得到宽大处理 情愿判上几年刑 早一点送劳改队去改造 于是我就要求 张长官帮助我 认识我自己的罪行 张长官就把检举人 写得害死两条人命 等情节念了一遍 我就照葫芦画瓢的 复述了一遍 这才算了 过了坦白交代这一关 其实 我根本没有这些罪行 领导 我只是想赚一个 坦白从宽 让政府从宽 处理我 没想到 现在要杀了我 那几个检举我的人 以前都和我有仇 解放前还打我官司 怎么能光信他们的话呢 安乐三讲到这里 见到刘检察员 才认真记录他的口供 向旁边的民警 咬了一根烟 点招吸了一口 接着说 宪法院的判决书 没有向我宣布 我呀 还天天等起诉书 和判决书 准备上诉呢 哎 想不到 突然 就要执行死刑了 说完 安乐三 双手抱头 沉默不语 根据犯人的口供 刘明志和王洪海 连夜 就进行了 重新的审查 刘明志 翻看着案卷说 这个 安乐三 口供中提到的 张股长所说的 历史 反革命分子张世锐 王龙霄两个人 犯人根本就不认识 其实啊 张王两犯 早就已经 被人民政府给镇压了呀 王洪海这首补充说 你的看法有道理呀 张股长 带犯人在群众大会上 让与会人员检举的时候 不适当的 运用了诱供 逼供 止供 等手段 其所获的罪证 很有疑点呢 也很不可靠啊 刘明志就说 那我们查一查 有没有关于 安乐三的判决书 和起诉书啊 两个人 于是翻检了几遍 果然在卷宗里面 既没有起诉书 也没有判决书 只发现了一张成批表 他们感到 对安乐三的判决 是仓促的 程序 也不完备 因此 犯人提供的情况 要重新调查 核实必要 于是两个人呢 就研究决定了 暂缓执行死刑 立即向宪法院的领导 请示汇报 王洪海打给宪法院的电话 接通了 他用最快最短的语言 向法院的院长 贾洪南就做了情况汇报 贾院长一听就感觉到 问题严重了 马上打电话 给检察院和公安局的领导 通报情况 交换了看法 最后三位公检法领导商定 由公安局的宋洪州局长 立即向县委 以及交州地区公安处的 陈天友处长进行汇报 请求尽快的指示 县委书记李华民 听完汇报 立即批示 有反必诉 有错必咎 县长刘西山 也很快的指示 既然发现有问题 可以将犯人给拉回来 进行复审之后 再做处理 八小时之后啊 贾洪南院长 也垫覆 刘王二人 按照县里领导的指示精神 去处理 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 把犯人带回县城 重新审理 刘明志和王翁海 得到了领导的垫覆啊 常常的梳了一口气 浑身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清早 刘明志就向这个犯人 安乐三就做了通貌了 我们党的政策呀 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如果无冤喊冤 后果你是应该明白的 你如果真的被冤枉了 政府一定会给你弄清楚 现在呢 我通报你 在时押回县城 安乐三听后啊 眼前一亮 感觉自己还有生还的希望啊 哭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 那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哗哗的往下流啊 这时候他朝着 刘明志就喊道 人 愿是我的再生父母 感谢政府的英明 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呀 吃了早饭 张应大队部的院子里 早已经挤满了 前来观看公审的群众 这时候王洪海厅长 就跳上了一张桌子 向台下的群众解释说 同志们 乡亲们 安乐三这个案子呀 由于发现了新的情况 接到上级命令 暂不执行死刑 押回县城 重新审查 这是人民政府 对人民负责的表现 我们呢 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现在我宣布 原定于今天上午 举行的公判大会撤销 一听到这个消息 人群之中是一片哗然的 群众听到这令人惊讶的消息 说什么都有 有的说 这才是真正的政府啊 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要是过去的政府 早就把人杀了 哼 要不是安乐三 上头有人说情 或者是安家使了钱 那不知道怎么样 这回啊 幸亏检察院的通知来了 要不然还不是给杀了呀 当参加公审大会的这些群众散了去 王洪海呢 就联系了一辆到普吉区 拉花生油的汽车 当天上午就把那个犯人给拉回了县城 案情突变 这在县城上下 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了 为了严肃法律 维护法律的尊严 郊州专属和郊县两级政法领导 在认真听取了刘明志的汇报之后 做出决定 由公检法部门各派一人 组成复审小组 重新调查审理 三人小组 由检察院的刘明志 法院的陈振翰 还有公安局的孙秀山组成 这些呀 都是业务 精选的骨干 三个人就研究商定说呀 复查工作呢 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呢 要重新审阅 这个案子全部的档案 第二呢 要重新审问犯人 第三步呢 深入出事地点 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 重点是要搞清楚 两条人命的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刘明志等三个人小组 悄悄的就进驻了赵家岭 村里呀 就安排他们住在较宽敞 而且呢 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的 安乐斋的家中 刘明志他们几个呀 刚刚放下行李 原来那个检举人 池某和张某 就纠结了一伙人 闯进了安乐斋的家中 围攻调查小组的办人员 其中那个池某 气势汹汹的质问说 反革命分子杀人不成命 该成办不成办 这算他们人民政府啊 张某接着煽动说 这也好 那往后咱们也杀 反正没有事 其他人呢 都是随声附和 面对群众的过激的情绪 办人员冷静 耐心的阐明了党的政策 刘明志理直气壮的 就对检举人表示说 刀把子在人民手中 犯人无冤喊冤 将罪下一等 但是有冤不理 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我们这次来呢 一定要把案情查一个水落石出 请大家相信我们党和政府 把这些检举人给送走之后 调查小组就开始了取证的工作 首先要搞清楚 安乐三到底有没有人命的问题 他们就从调查安乐福的母亲 1944年的死因入手 据安乐福本人讲 他母亲到底怎么死的呀 连他自己其实也不清楚 只是听别人说呢 那天呢 他就啊 给他家拉粪 副保长安乐三与贾保长安乐长 就到他家里去要粮 因为差了一斤二两的小麦 交不上 安乐三就举起了铁锹 把他娘给劈死了 刘明志就问了 当时有什么人在场啊 安乐福说 除了他舅父之外 还有他的二嫂也在现场 这时候 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 安乐福的这个舅父啊 已经病故了 刘明志等人就来到了这个安乐 这个安二嫂家中 这个安二嫂啊 就回忆说了 从安乐福家中要需一些粮食 是他们做过的事 这个不假 可是没有动手打人 乐福他娘 是因为生孩子 得了 产后封死的 孩子 也因为没奶 给活活饿死的 这是我亲眼所见 没有别的原因 刘明志一听 紧紧追问说 那为什么有人 检举安乐福之母 他的死 和安乐三有关呢 安二嫂 回忆就说 记得有一天青岛公安局 来了一男一女 说是来调查材料的 村干部对我说 你什么事也别管 只需要按个手印就行了 我也不认识字 就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 调查小组接着 又去访查了 安乐贵的妻子的死因 当时呢 安乐贵啊 已经死去多年了 他的儿子 安电喜 对调查人员讲 他母亲怎么死的 他也不知道 只是听他的姑母啊 有一次对他说过 多亏了人民政府英明 要不然 安乐三 可就当了屈子鬼了 哎 根据这个线索呀 刘明志等人 专程就查访了 家住在外村的 安电喜的姑母 这位老人呢 胆小怕事 面对陌生人 几次推说 不知道 不知道这里边情况怎么样 调查人员可以说是苦口婆心 耐心的教育 反复讲明党和政府的政策 并一再保证 只要是实事求是的讲 一定呢 会对他急于保密 绝不会给老人添麻烦 老人呢 就受了感动 就终于讲出了真情 原来有一天 这个安乐长啊 喝醉了酒 东摇西晃的 就从这个东面 往西面走 正好遇上 安电喜他娘 在这个草垛上拿草 他便扑上去 进行调戏 安电喜他娘一急 就把这个安乐长 推下门前的水沟 等到他再一次 拿草的时候 安乐长突然 又从背后 把他给抱起来 企图侮辱他 安电喜他娘 拼命的挣脱 被安乐长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有了 五个月身孕了 这么一摔 就造成了早产大流血 不几天就死去了 就这样啊 安乐三的这个人命案 就被查清楚了 第一条人命啊 纯属 自虚乌有 第二条人命呢 则是属于张冠李戴 随后 三人小组 又查证了安乐三 其他的罪证 因是有人检举 解放前 一个腊月23的夜晚 赵某之子 曾经被安乐三 绑票的问题 于是呢 刘明志当人 就找到了这个受害人赵某 你怎么会知道 你儿子是安乐三绑的票呢 我从窗户里面 向外看见的 我还看见他 穿着青棉裤 青棉好 头上戴了一顶毡帽 拉月23号的晚上 有月亮吗 没有 没有月亮 你是怎么看清楚的呢 是 是看不清楚 我 我估计就是他 别人看不出来 调查人员一听到这里 都忍不住笑了 看不清楚是谁 仅凭估计 这样的人证 又怎么能成立呢 接下来调查的是拉羹牛的问题 解放前呢 这个局势是比较混乱的 农村呢 夜间常常会发生 抢拉牛驴的这些事件 赵家岭呢 共有十几户人家 被抢去了牲口 刘明志他们就逐户的走访 背访这些村民大都说呀 那就是安乐三干的 刘明志就问了 那你们凭什么肯定是他干的呢 这时候很多老百姓就回答说 他当过伪保长 不是他 又能是谁呢 孙秀山问 你们都亲眼见过吗 这些老百姓回答说 我们下的连门都不敢出 谁还敢看呢 刘明志一听到这里呀 苦笑着 摇了摇头 没有人亲眼所见 又没有其他证明 仅凭猜想作证 这样的证词 如何可信呢 接下来呢 是安乐三 借抽壮丁之际 敲诈群众这个问题 刘明志等人经过反复的查队 情况属实 这个罪名成立 安乐三的问题查清楚了 复审小组胜利的返回了县城 根据复审小组的汇报 郊县人民法院报请 郊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 改为教育释放 很快呀 安乐三就获释出狱了 获释时候 安乐三挑着一篮子的鸡蛋 到县检察院 向这个宁香进院长 还有刘明志 助理检察员 表示谢意 当场就被二人给谢绝了 这个刘明志郑重的说 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对你进行 依法处理 这是执行党的政策 我们之间呢 并无恩怨 你不要感谢我们哪个人 安乐三见到他们青莲如水 更加感激涕零了 只好把礼物带回家去 其实在纠正安乐三这个错案当中啊 刘明志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此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正式的任命 刘明志被交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兼 焦州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 不过来 羊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